德國柏林至尊老活塑 增強記憶力暢通血管加強腦部活力 屈臣死有仇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Jessica 2022年疫情封控期間 河南鄭州爆發了富士康工人大逃亡事件 震驚了世界 中國異議人士指控 他們的親戚在富士康工作時 見證了員工的屍體被丟入垃圾堆的一幕 因此加入了大逃亡 2024年10月 中國異議人士傅維鋒 從東南亞被研究到加拿大 他在近日接受新唐人專訪時表示 中共根本就不將人命當成一回事 當時由於疫情封控 整個富士康工廠已經到了非常混亂的地步 醫療短缺 整個地區已經處於一種沒有秩序的狀態 大體分為幾個階段 初期疫情爆發時 因為多少都有些醫療資源 還未至於發生那麼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 到了中期時 主要是醫療資源短缺 而且封控過於嚴格 員工就開始逃跑 富維鋒的親戚也在中期時走路 後來富士康又招了一批新人過去 也發生了一些很糟糕的事件 富士康工人和警察爆發了一場非常激烈的抗議衝突 而這段時間是後期 當時的社交平台熱傳的相關影片顯示 當年10月底 不少員工翻越富士康工業園區的鐵絲網 帶著行李的員工在公速高路邊徒步前行 在雜草重新的荒郊短暫休息 他們之中幸運的一群人得以搭卡車回家 但據媒體的報導 一些幫助他們的卡車司機隨後就被隔離了 BBC駐北京記者史提芬·默克唐納當年的推特顯示 一些富士康員工偷偷跑出來 步行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家鄉 鄭州市部分地區實施新的封鎖 限制所有人在家裡 只允許汽車上路一個星期 史提芬認為 如果清零政策在中國繼續 將會發生更多混亂事件 這裡的公眾對新冠病毒的無知程度相當高 政府必須為此承擔很大一部分的責任 清零政策引發的恐懼、恐慌、謠言、偏執和無知 導致富士康事件的爆發 日本資深媒體人刺板明夫 2022年10月30日曾在臉書上發文稱 愛傳富士康出現了疫情 鄭州政府將廠區封鴻 數以萬計的員工被關在宿舍 不僅僅沒有活動空間 食物和飲用水也嚴重不足 口罩甚至是三天才剩下一個 病了也無法醫治 部分員工引來十多天後終於爆發 衝破保安的難節 上演了大逃亡 這些人逃亡的畫面 就好像1942年河南大饑荒時期的逃亂潮 中國新聞周報也報導了富士康員工徒步返鄉前後一文 承認富士康鄭州航空港廠區高峰時期員工超過30萬名 目前員工人數仍然大概在20萬左右 也就是說30萬人走了10萬 很多是迫於經濟壓力不願意離開 2022年10月30日的凌晨 富士康鄭州科技員黨委書記蘇東霞的朋友圈發文稱 富士康鄭州廠區有超過20萬人 好像是一個複雜的社會 管理難度很大 疫情發生後 富士康盡力在內部調動資源努力處置 外部支持較少 無力獨自支撐局面 不得已默許給廠區員工自行回家 外界普遍認為 是疫情嚴重管理混亂導致工人的大逃亡 但是真實情況混亂到什麼程度呢? 傅維峰說 現實當中被網絡上爆出來的那些更嚴重 員工發高燒也無法去醫 又不派醫療人員來 那個人燒到甚至昏迷了 眼睛也看不到東西 站也站不起來 他們才直接派人過來 將他放到垃圾袋裡打包 打包完之後 就扔進垃圾堆 富維峰表示 那個時候 他的親戚還在這裡上班 下班後 所有東西都沒有要 就隨著大部隊逃步逃亡 從高速公路步行56天 所有人都沿著國道步行 都向家方向跑 親戚拍片給我看 就看到宿舍後面那個垃圾牆 將人的屍體堆起來 堆在垃圾牆 具體是有多少 我們都不知道 不敢說是一地 我們看到的至少起碼是十幾具屍體 可能都不止 因為很多人在發高燒的時候 大佬都已經糊塗 將他放到垃圾袋裡的時候 袋裡那個人不舒服 在垃圾堆裡翻滾 那個人就從垃圾堆裡滾下來 那時候我們感覺到太恐怖了 根本就不當人是人 完全是草管人命 感覺到非常非常恐怖 主要是壓抑 富士康方面一直否認 鄭州園區出現重症感染 記者查詢時發現 中媒關於富士康工人罷工 大逃亡的影片和評論 已經刪除桌盡 外媒網上仍然有相關的影片傳出 深夜富士康廠區大院內 聚集大量新村防護服的人員 其中一名女性坐在地上大聲吼吼 其中有一句似乎是哭著說 726號房間都死了 好慘啊 整個員工宿舍區燈光閃耀 也有工人在這裡吶喊 2022年11月5日 網傳一段影片顯示 一名河南口音的女子 爬到樓房窗外的冷氣機上大聲控訴 要求官方找人來為他做核酸檢測 否則就會將事情鬧大 該類子大喊說 富士康的員工 屍體直接都丟掉 將屍體當垃圾丟掉 還有影片顯示 有人在垃圾堆裡 被穿著防護服的人員拖走 到底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還有一個垃圾堆裡 有人在動著 場面嚇人 有網友表示 他們很可能是被餓死的 在中國 這些有什麼奇怪 文化大革命當中見得多了 馬路上到處有被學生打死的老師的屍體 在垃圾堆旁邊 富為峰表示 這些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 那個災難 根本就是一眼都看不到盡頭 以上的節目內容 取材志大紀元記者易如 李元明採訪報導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指差 請大家多多指差 請自己是職人 我故事就可抵了 請大家 請此 Higher 請 請 感谢观看